首先我要肯定台鐵的同仁 能夠主動發現鋼軌的一些裂縫 並且尋標準作業程序通報跟處置 在第一時間就能夠掌握狀況 然後能夠用餘尾板來鎖顧 也讓行津的列車能夠減速 然後在24小時內完成鋼軌的抽換 那因為最近寒流來襲 那鋼軌它本身也會熱脹冷縮 所以我也要求台鐵要加強巡檢 那在第一時間發現有任何的疫狀 一定要確實能夠遵行SOP 標準作業程序來進行修復 那也確保行車的安全 那麼除了第一時間加固餘尾板 也用專人能夠現場監控隨時掌握 那務必24小時內抽換鋼軌 來恢復正常的行車